你们拍完真人秀之后 大家最大的改变 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每个人都来讲一讲 我的改变我觉得 从内心来讲我觉得挺大的 可能别人看的还差不多 因为看起来好像是不明显 但是我的内心其实是 确实跟以前 在面对一些社交场合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以前这种场合 我是不会参加的 绝对不会 但是现在 我最起码是不回避 不逃避 不拒绝 跟他的就是我们俩的感觉上 就是也有很大的改变 我们可以现在很平静地 面对对方 而不会说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下 比如说汽车 那就是我们俩是最绝望的一个空间 但是现在我们就不会了 整个就是所有的 这个这种改变 我觉得是巨大的 网友给你的一些评论 你都看过吗 我一直在看弹幕 对 然后主要都是 他在骂我的 哈哈哈哈 骂我的那我就觉得很多不是我 因为他没有看到真正的我 他没有看到一个全面完整的我 他是一个片面的得罪一个结论 那我也不认为那是我 所以我也不在乎 哎有的是蛮准确的 你有就是听到过大家对你的观点没有你有没有不认同我们对你的一些点评或者评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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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我们来之前王老师特别指定了一位嘉宾他要跟他战斗 啊真的呀你们猜一下你们先猜一下 你们没有人对不对没有人觉得是自己吗没有人觉得是自己 没有 哈哈哈哈 哎 黄芝珠老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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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来了来了来了 我从第一期看了这个之后我就对黄老师的这个口才真的非常佩服 我真的非常棒但是我看到第七期 我一直就是在找黄老师就是说的我的那些点但是我发现居然没有一个是对的没有一个是对的 我们自己在评论的时候其实我脑中设想的对象是在观众当中 如果看到你自己有哪些一部分的话 如果你有这个类型他可能有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时候很多时候的评论是 也算是叫做借题发挥和夹带思或其实我有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比如说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在冲突当中 我们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 然后刚好看到你们这边有一个情况 我们会借着这个来提到这件事 可是当然不会说 拿着这个就给别人的人生就下定论 不至于不至于 对对对 但老王这种抗压心 真是我们要学的 就是你可以所有的东西你说的都对 但说的不是我 哈哈哈哈